国内疫情趋缓 各项大小型的路跑赛事也爆炸登场 瑞税香农会和台湾文旦策略联盟 共同办理的全台追花路跑赛瑞税场次 将在3月20号的周末登场 而报名也延至3月7号来截止 瑞税香农会结合台湾文旦策略联盟 共同办理全台追花路跑比赛 不仅是正式启动今年8月份的文旦又产销 也营造农产运动观光休闲产业 瑞税场次即将在3月20号登场 截至目前为止已经有将近千人左右 报名共享盛举 春暖花开 全台文旦又在种面积最大的瑞税香 此刻又花也陆续开花绽放 淡雅清香在空气中弥漫 农会总干事黄胜黄广邀全国跑者 一起来报名参加 体验奔驰在又花香 美丽又花围绕赛道的独特感受 所以香农会也在3月20号 要来办理我们的这个一年一度的又花路跑 那在路跑的过程当中 那我们民众除了可以闻到又花香之外 那也可以来欣赏我们瑞税的这个美好的风景 那在沿路我们也准备了非常多 非常丰富的这个补给品 包含我们有很多柚子相关的产品 跟柚子啤酒的部分 那我们的报名这个日期期限 我们延到3月7号 那还剩下4天的时间 那我们欢迎所有喜好运动的这个好朋友们 一起到瑞税来参与我们的这个又花路 瑞税香又花路跑赛今年迈入第四届 虽然参赛人数受疫情影响 但是穿梭在充满花香的赛道 与一览自然田园的路跑景观 深受跑者青睐 尤其有别于一般路跑当天领取的玩赛礼 农会所提供玩赛礼之一的一箱文丹佑 还得等到今年8月文丹佑产季才可以到手 也令跑者多了一份惊喜 农会总干事黄胜黄也进一步提醒 喜爱路跑运动的乡亲民众 3月7号以前 尽快上伊贝特路跑网站完成报名 记者是玉兰对色采访报道 3月7号 3号 2号